我 从今后 我会一个人生活 没有我的时候 你要一个人好好过 一起小米郎打出来 在我转身 在他转身之后 你却又抱着我 在放手以后不再拥有 彼此的温柔 在我转身之后 你的泪不停流 虽然心很痛却只能说 分开以后 我就要远走 对不起 张贵芬 我问你说这是谁 你给我打Vill Vill Vill 他不是叫Vill 然后呢 有人给我打B-L-L 他叫B-I-I 他叫B-B 叫B-B B-B B-B 我爱你啊 B-B 好 我是帮很多B粉说的 我会一个人生活 谁喜欢B-B 书镜 明天他要来耶 你们是不是尖叫声跟掌声 还有荧光棒都要准备啊 因为他会转身回来 在我转身之后 你却又抱着着我 在放手以后 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 在我转身之后 你的泪不停流 虽然心很痛 虽然心很痛 却只能说 分开以后 我就要远走 在我转身之后 你却又抱着我 在放手以后 不再拥有彼此的温柔 在我转身之后 你的泪不停流 虽然心很痛 却只能说 分开以后 我就要远走 不要 不要远走 关于哥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B-B出镜 夜光教授的听众们大家好 B-B 晚上好 我终于在空中上 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刚结束了 高雄巨丹的演唱会 那我到现在 都还在觉得 做梦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总是在 高雄巨丹的舞台上 看到大家都觉得 很美好 然后觉得 真的在当下 在舞台上是真的是 我觉得 还在做梦的感觉 然后很感谢我 一路上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 没有你们真的 也没有台北的小巨蛋 然后高雄的小巨蛋 那我接下来也有亚洲巡回 我会到香港 马来西亚 太棒 内地 会 跟大家见面 那我最后还是要感谢 我的女神 徐若萱 来到我的高雄场的嘉宾 那我真的 在这里也真的很想要 谢谢他 因为他真的练团 或者是彩排 正式表演的时候 都非常非常的 照顾这个后辈 那也感谢 大家很喜欢 我们这两位的演出 那这个礼拜四 晚上九点呢 在KKBOX 光源国有一个单元 明天晚上 大家一起听 叫做 当毕竹镜 遇见 徐若萱 这个单元 那晚上九点开始听 我随时都会上去 跟他一起聊天 他随时会上来 跟他一起聊天 所以大家要注意哦 晚上九点哦 太棒了 他明天会来 各位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ivian 徐若萱 徐若萱 光宇哥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想念你 想念你 非常有磁性的声音 谢谢 听到你说 要在KKBOX 做一集 当毕竹镜 遇见徐若萱 没错 嗯 我觉得好像 高雄那场演唱会 还没有结束 是啊 还在很兴奋的状态 是啊 不过 谢谢光宇哥 这么贴心 然后 也谢谢大家都 还一直记得 一直关心着我 非常感动 我也很感动 这个星期四的晚上九点 如果 我的工作 可以忙完的话 他说他会尽力 过来跟大家一起聊天 如果不行的话 我想办法看看 可不可以戴着耳机 上线 偷偷来听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希望有机会 跟大家聊天互动 到时候 KKBOX 当毕竹镜 遇见 徐若萱见哦 拜拜 拜拜 女神再见 明天 明天晚上见 她说她会 非常尽力 毕竹镜 说她要来了 徐若萱说 她会尽力 来 你们觉得 他们会不会同时出现 谁知道这首歌 这次 当毕竹镜 遇见徐若萱 我把 主题名称叫做 转身之后 我看见 爱笑的眼睛 你们都觉得 明天女神也会来 对不对 毕竹镜 明天会来 女神 你们也觉得 女神 一定会排除万难 对不对 唱这首歌 很感动 如果真的遇见你 谁爱这首歌 谁会唱这首歌 来吧 副歌来了 这边 当有些人说 徐若萱只是偶像 可是当她唱起 这首歌的时候 她的高音 却是那么 轻松自如 唐淑珍妈妈说 她好爱这首歌 你呢 泪湿的衣袭干净 阳光里 晒干回忆 这好了伤心 明天气质 和快乐 出去了 这爱的城市 虽然拥挤 如果真的遇见你 你不必压抑 我的笑 她无法对替 明天夜光家族 一结束 才一结束哦 就有 KKBOX夜光家族 佳音场 听有故事的歌 第三十二集 当毕书记 遇见徐若萱 转身之后 我看见 爱笑的眼睛 一个是流行小天王 超强魅力 一个是演艺女神 创作才情 风采 兼备 而且他们还要送亲笔 签名的礼物 毕书竟送五份 各位听好 毕书竟送五份 徐若萱 送两份 而且徐若萱好大方 好棒哦 她送两本 她的亲笔签名书 我的倒栽葱 人生 超感人 我还 访问了她 为了这本书 我访问了她 超棒的 遇到你 我再找回自己 那爱笑的眼睛 再见爱情 我一定让自己 让自己 坚定 各位 明天 夜光家族 一结束 当毕书竟 遇见 徐若萱 转身之后 我看见 爱笑的眼睛 毕书竟说 她明天 一定来 徐若萱说 排除万难 工作 空档 一定来 所以怎么样 你明天会不会听 哇 马来西亚黄书一说 明晚的KKBOX 令人真的 非常非常的期待 我也非常非常期待 明天 比比来啊 比比 就 就 她会吸引 很多人 大家上线 请你们上去 参加我们的活动 抽奖活动 毕书竟五份 亲笔签名好礼 还有 徐若萱的 两份签名好礼 都要送给你